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早上非常榮幸可以在國會跟王院長 針對於同志的議題有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溝通跟一個對話 對那我也宣布說我天生就是一位女同志 那從今以後我也會為了這樣子的一個同志平權的議題站出來 而繼續的努力不懈 對那我非常的去念運就是我的家人一直都很支持我 然後很接受我讓我可以做我自己 那可是我身邊的很多朋友 我看到他們其實並不是這樣在生活 他們活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說我今天願意站出來並不是為了我自己的幸福 而是為了就是全台灣十分之一兩百萬統治的人權而站出來 說出我們內心的話 那因為國家剝奪了我們結婚然後成家的權利 那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跟易新年一樣享有 從結婚延伸出來的這些權利 跟這些我們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 對所以今天才跟院長講我們爭取的並不是一個福利 而是一個生而為人的基本人權 對那也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第七條有第七說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五分難女 對那希望我們國家可以真正來落實 對這樣子一個平等的一個法案 然後讓每個人都可以享有相愛就可以成家的一個平等的一個機會跟權利 對那我今天也在就是呼籲民人身為民人的同志更有出櫃的義務 那因為現在有只有更多的民人願意站出來表態出櫃 那台灣在同志平權這一塊才可以更加的往前跟邁進一步 那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出櫃的義務 那去追求你內心真正想要去追求的生活 那我們希望台灣的人民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的努力往更美好的生活去邁進